原标题 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对日军的暴行加以中世纪式残暴的评语 而且从现有资料看 德国人在国际上较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一词 虽然说在南京大屠杀时期 德日两国是盟国 日本对德国多有忌惮 但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城之后 对德国人的房子也是大肆的虐夺 德国在南京的使馆一角 在克勒格尔 至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信中 克勒格尔提到在罗德的房子 高楼门七号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 但是十五日下午 大门显然已经被打开 并且是用暴力打开的 门是被打破的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有三个日本士兵 正在整理抢来的东西 我走过去让他们把东西放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再次发现日本士兵 并且德国大使馆的保护证明已经被撕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和日本大使馆的军官高宇 一同去查看了房子 德国国旗已经没有了 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了 尽管如此 在后来的几天里 一直还有日本军来拖走少数余下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典型 在他的信中还描述到 伯尔夏特伯勒曼耶的房子 孔斯特阿尔贝斯公司 中央路302号 林德曼 曾切克和布泽先生 在中央路原江新村的房子 史特雷奇乌斯先生 和福一格格埃先生的房子 上海路11号和15号 海因里西的房子 宁海路56号 黑姆佩尔在中山东路 178号的北方饭店 中山门外 施梅林的房子 牧区园3号 埃克特的房子 牧区园6号 克勒格尔先生 通过列举这些典型来说明 在中国部队撤出山西路以外 很远的地方后 中央路没有中国的军队 日满军完全无视德国国旗 和德国的标志 对德国也是大肆的强略 拉贝就连克勒格尔自家 也没有幸免于难 克勒格尔的汽车 被日军抢走 仆人被刺刀威胁着开门 交出了所有的东西 更严重的事情是 他的门口在数周时间内 一直放着三具尸体 他自身也不敢逞英雄 如果当时他站出来 也许只会遭到残忍的虐待的报复吧 上述的这些 都可以看出 日军在侵华时期丧失了人性 对德国也是造成了沉重的阴影 克勒格尔作为一个德国人 描述日本人系统的 烧毁南京这个城市 直到今天 他们成功的烧毁了约三分之一 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 我们领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 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 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建造的和被忽略掉的单个房屋 更有甚者 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的通过组织的队伍 用卡车洗鞋一空 惨遭屠杀的中国人民 日本又以经常散布一种说法 说将南京烧成废墟的大火 是中国士兵所为 事实上 交通部等少量建筑 和城外一新民房 是国民党军交土抗战的结果 而作为一个整袭 这些都是日军所造成的后果 从克勒格尔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克勒格尔所描述的日军 对南京对中国人对德国人的烧杀强略 让我们领略到日军当时有多么的残忍 对我们今天来说 读到这些也是感到特别的触目惊心 这些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 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 南京大屠杀与西方国际有人编辑 涉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生 肖陈轩纪沃鲁学社青年会会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